我超愛瑞稿 他是五分鐘 十分鐘 對 我是你跟我惹完30分鐘以後 你要掛丟話 幹嘛要掛丟了 不行啦 我還有很多事情沒講耶 道育喔 你是家庭生活不幸福 沒有 他是在閃炮啦 玉琳哥 有沒有 因為我愛聊 莊毛 你愛聊 我愛聊 當然有的時候確實趕時間 因為隨著近年來本人日漸走紅 有時候真的實際力很趕 可是人家要交差嘛 對不對 人家交差 可是我時間也 像小哥那樣很短暫的時候 有時候會堂塞一些東西 我們有時候大聯盟的選手 靠實力 但也靠經驗 Tricky的地方就 這一段的假設是這樣子 你們不能一直這樣催眠我們 對啊 不過我真的要那個 梁琳哥一個 對 因為他常常Re稿的時候 都在旁邊 他Re稿的時候談笑風聲 我跟你講 這個很好笑對不對 有時候比錄影還好 比錄影還好笑 對 真的假的 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看玉琳哥的 這個眼見唯瓶 TOOSE IS TOOBID 聽聽看… 喂 你好 請問是玉琳哥嗎 玉琳哥你好 這邊小明星大跟班 這邊 後面跟你對一下節目內容嗎 OK OK 那跟玉琳哥講一下 我們這集就是要做那個 明星的地雷這樣子 然後想問一下玉琳哥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地雷啊 就是Mega 是可能會是什麼 地雷喔 在我的那個車子喔 那個吃東西的 有一次那個 那個張惠中老師啊 那句勸不聽啊 那天我那個交新車 然後呢 請他 一起喔 來分享我的喜悅 然後 好啦 一上車 那車子換換了行駛當中 我就聞到一股那種大便的味道 上一次講過啦 我那個兩年前不是牽了新車嗎 想說要交車請他來幫我進車一下 開… 發現他腳在抖的時候 就是要放屁的前兆了 果不其然腳抖完20秒鐘 就聽到 最後的 那絕對是整個咻 一定是扎實的啦 聽出來了 太噁了 什麼噁發變 茶葉蛋 他茶葉蛋那個吃到蛋黃的時候 就會 有那個大便的味道啊 然後我就說張惠中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這個講過多少次 我按下來 不要吃就有點不高興這樣子 然後我車就繼續開 他又拿出御飯糰 然後吃完御飯糰以後呢 又拿了一顆蘋果 然後呢 我再忍不住 我就說張惠中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吃東西 你要不要下車 然後呢 他說下車就下車啊 我說那你要什麼時候下 我說等一下我就會下 我說你為什麼現在不下 現在怎麼下 因為我們那個車開在高速公路上 怎麼下 那個 結果 他在高速公路上面 難怪我是覺得說 奇怪 就講成這樣 好尷尬喔 好尷尬 還要解釋自己的笑話 對啦 我就說真的啦 真的那個不要再動 實在是會滿令人生氣的 被抓包 也被講 不是 你剛剛講的差很多啊 這個是昨天前天的Re的 對 昨天前天的Re的 你講一個我們已經錄過 大概三個月以前 六個月以前就錄過了 可見我這個是不是真性情 因為地雷這個主題 真的在兩個月 三個月前有錄過 是六個月 好 他們問我同樣題目 我回答的還是一樣的事情 你不能換一個嗎 表示這故事是真的 我就不要編假故事嘛 你的故事哪有真的 有一個真的嗎 這個是真的嘛 有的時候是確實會 唐塞一個給他 因為我們大聯盟的選手 到現場以後我會講另外一個出來 或者是 或者是我講了講著 我發現大家的表情 好像有聽過感覺了 我馬上會轉 對啊 故事會有打球 茶葉蛋會變別的東西 玉瓣團會變咖哩便當 我會把詹惟中變成菜上雞